近日,北京官媒北京文艺广播又一次夸赞肖战了,不止一次为肖战站台,这一次不仅重映肖战的经典舞台,还胜赞肖战就是努力打磨演技的国民好演员,站在舞台上又可以闪闪发光,非常棒。 值得一提的是,类似的评价我们见到太多次了。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智能量偶像,肖战从始至终都没有让观众失望。 据悉,肖战俨然成为了北京官媒的宠儿,不止一次表扬肖战为肖战站台,大大方方支持肖战,夸赞肖战就是努力打磨演技的国民演员。 舞台光芒四射,不愧是多面歌者,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至高评价。 肖战带来的经典作品和舞台还少吗?肖战的表现有没有让大家失望,有目共睹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表达了感谢,能够得到这么多媒体和观众们的认可。 本质上是对肖战的一种激励,肖战不会忘乎所以,只会有更大的动力努力进去创造出更多的好作品。 如今的肖战,新剧《焦洋伴我爆料》定当在第四季度,新电影《射雕英雄战》也在开机,祝福肖战一切顺利。 总之,支持肖战的话不用多说了,都在行李,肖战可以感受到,不可避免有人会从中作梗、造谣和挑拨离剑。 这些不可能阻挡我们对肖战的支持,更不会让我们抛弃肖战。 肖战和小飞侠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,一直都在。 肖战非常棒,继续努力吧,未来可期。